各位線上的觀眾朋友,所有光綺色的粉絲,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是你們的VJ小宇,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聽天使在唱歌,每個禮拜四的下午2點半到3點鐘,我們一起來收聽,來收看天使們的歌聲,那這一個呢,是一個全新的直播節目,所以大家是可以線上可以直接玩, 互動的喔,那大家現在呢,可以趕快來按這個直播的連結,我教大家,如果你是用手機看的話呢,你就可以一直按讚,好不好 聽說主持人有各式各樣的翅膀喔,欸對,欸沒有錯,有一個很專業的我們的馬道社長真的是Cue了一波,對沒錯,我有很多各式各樣顏色的翅膀,那目前你看到的還是白色,那之後我們會就是陸陸續續的來展現 各式各樣的翅膀,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續的來鎖定我們的直播好不好,所以現在大家也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直播,主持人好可愛喔 謝謝,謝謝,呃,午安,午安教練,午安威仁,嗨,哈囉平安,哈囉幽威,哈囉幽威,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那其實這個節目呢,就我剛剛所講的,每個禮拜四的下午呢,我們都會在這邊,在光啟社的粉絲專頁呢,跟大家呢,來分享在台灣各地非常具有特色的,不管是聖月啊, 還是各式各樣的,在教堂裡面呢,我們獨特的演出,都會來跟大家來做個分享,所以大家也可以把這個直播呢,分享給你的朋友看,我相信每一集,經過我們前面幾集,呃,跟大家介紹的團體啊,跟大家介紹的演出,大家相信,大家對我們台灣各地啊,都會有一些更不一樣的認識,所以大家可以呢,盡情呢,把這個直播的分享出去,那,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是小宇,大小的小,國語的宇, 那大家,嗨,大家好,我看一下,哈囉,紫芊,嗨,紫翔,很熱情,哈囉,嗨,大佐,像天使一樣,沒錯,因為我,因為這邊這節目叫做聽天使在唱歌,所以我前面也是拍了很多類似天使的定妝照,那我每一集呢,也是會這樣子,帶著天使的那個光圈,然後跟帶著翅膀,那這個翅膀其實就是我澎湃的那個白色翅膀,那就像剛剛,就是我們剛剛有觀眾所講的,就是我有各式各樣, 奇怪,也不是奇怪,怎麼用這樣子,各式各樣特別的顏色的翅膀,所以大家可以持續的鎖定我們節目,接下來你有機會看得到各種不同顏色的翅膀,也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形狀,對,嗨,華偉,今天服裝更不要,謝謝,謝謝,哈囉,熊,大家好,哇,看到好多好朋友,好開心喔,我的天,那今天呢,就像我剛剛所講的每個禮拜四在這邊,我們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有兩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演出,那其中一個呢,就是我們台南,來自我們台南,玉景的,李洛翁神父的演出,喔,今天這一集很特別,因為其實也不能說特別,其實這一集的主題啊,我們特別的讓大家來看到,神父跟修女們不同的一面,因為其實在我們的腦袋當中,我們可能對神職人的印象都是比較嚴肅的,那其實你有時候也會發覺說,有些人可能外表看起來很嚴肅,可是沒想到,他有很多多才多藝名, 意想不到的一面,所以今天,除了我剛剛所介紹的,呃,台南玉景的,李洛翁神父之外呢,另外一個呢,就是帶著我們花蓮,的聖馬爾大女修會,所以今天呢,為大家介紹呢,是這兩個單位呢,來為我們做出一個特別的演出,嗯,想聽我唱歌,你想聽我唱什麼歌,呵,是歌喔,你知道什麼聲樂,你跟我講,你想聽我唱什麼歌,哈囉,是Arganese嗎,Arganese,哈囉,你好, 嗨 嗨,所以主持人,小天使主持人也會唱,你想CUE我唱什麼歌,大拓,小羽你為什麼會這麼漂亮,因為有組的榮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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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啦,就是藏寶一個快樂的心,真的很重要,對,謝謝,Hello,我滿裝了,呵呵呵呵,是嗎, fuels,亂念一通,嗨,因為有組的榮光,呵呵呵,呵呵呵,真的啦,就是藏寶一個快樂的心,真的很重要,對,謝謝,哈囉,哈囉 我傻 enary, э性,是嗎,圈,亂念一通,對,ok,好,那今天,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第一個要介紹一下, 就是來自台南玉錦天主堂的李洛旺神父 其實李洛旺神父如果你有聽過的話 你也知道說他有一些特別的故事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故事蠻棒的 在我們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看到神父的影片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神父的故事 其實李洛旺神父他從小來自的環境 家庭環境不是很好 家裡的就是比較清寒 然後因為家裡又連生了九個子女 就是因為父母可能生父母啊 可能就是覺得負擔太大了 就把他送去寄養 也不是說寄養就是給別人撫養 那他養父母的家庭呢 其實養父母家庭的修養非常好 是一個兵兵有禮的家庭 可是李洛旺呢 其實從小就是以叛逆著稱的 那他就是也都不喜歡回家 他都是翹家 然後他後來他就是翹到去那個跑去 反正他就不喜歡待在家 然後就跑去天主堂 然後他跑去天主堂 就是去睡了天主堂玩 然後玩累了就在裡面 在教堂裡面睡覺 然後吹電鋒扇這樣子 然後去了三個月 然後當地的神父兄女啊 都把他當作是天天來見耶穌 那後來就是也鼓勵就是那個 李洛旺神父進入修道院 他所以李洛旺神父從小學 他就進了修道院 真的算是我覺得一個 聽起來蠻蠻特別的 對那他在修道院裡面 其實他的個性本來就是比較叛逆 他比較 也不是說叛逆 就是比較有自己的組件 所以他其實就是很容易 就是讓人家覺得很調皮搗蛋 所以當就是修院裡面的父老 也都叫他小土匪 對然後其實 他那時候 他其實一聽到說可以住在修道院 就是他可以離開家裡 他也沒多想他就答應了 那他一路小學啊 到後來長大之後 他到義大利啊 去就是取得了神學碩士 然後呢 在1993年的時候 他就進奪了成為神父 那其實這邊要特別講的是 1993年那一年 他進奪神父那一年 他是1月1號進奪的 他特別有說他是元旦進奪的 在那一年的母親節 他也重新的跟他的就是生母 跟他就是親生的 原生家庭做了相認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 哇 今天 哇塞 我有一個 那個 哈嘍 Wilkin 蛤 嗨 不要緊慌 大家都可以線上觀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那個 蘇芸 我們可以把這個節目 分享給大家看 今天就好 對對對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講到 謝謝 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不好 越來越好看 對 那其實 嗯 神父有特別有說到 我剛剛再繼續講回來 李神父的故事 神父有特別說到說 其實他覺得這一切都是 天主的安排 因為如果他小時候沒有去給人家送養的話 他可能將來長大也不會想要當神父 去幫助其他人 嗯 然後其實 洛王神父也有特別說到說 很多教會啊 其實長期的在關注我們的偏鄉的兒童 尤其是 當時台南三區比較多 就是中低收入戶的家庭 然後 不少擔心隔代教養的問題 很多家庭因為擔心隔代教養 沒有空去照顧小朋友 那他們就會把小朋友送到天主堂 然後早年教會人力物資都蠻缺乏的 所以他只能想辦法無中生有 然後可能白天啊 就是去服務完 就是做完正常的服務啊 但晚上的時候還要想辦法陪小朋友念書 然後用餐 然後聽孩子們講話 傾聽孩子們的心聲 然後晚上睡覺之前再把他們送回家 對 然後這樣 但是因為神父啊 以及當地修會這樣子 天主堂的這樣的付出 也讓很多可能我們會認為是 挑剔搗蛋的小朋友 也漸漸懂得看到人家的付出 他也懂得感恩 然後變得很懂事 對 那其實也不滿各位說 嗨 巧妮 嗨 書農 照片是哪裡 照片 什麼照片 你在說 我看Cue 喔 等我一下 我等一下跟你說照片的事情 好 其實我要跟大家分享說 為什麼我聽到這故事 我會很感動 我說一句實話 為什麼我會接觸到 基督信仰 也是因為我們家太忙了 在小學二 我自己本身 這是我本人的故事 我們家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因為我媽媽真的太忙了 暑假沒有空照顧 我沒有媽媽工作 家裡工作比較忙 然後他就把我送去了 去吃參加教會的下令營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開始接觸到了天主 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 然後也開始 我覺得很感恩 然後我才有這樣的機會 坐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覺得 可能環境會限制了我們 但我覺得其實環境 反而是開啟了 讓我們有一個更多的機會 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美好 那剛剛有人問到照片是哪裡 欸 說時遲那時壞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李若旺神父 其實又被稱為良面神父 對 那這個良面神父 其實那時候讓我們 那個大丁神父 丁壽旺神父 那時候聽到有點嚇到 想說怎麼會有神父是良面的 就是玩雙面手法的神父 沒有不是 是良面 就夏天到了 要吃 良面 呵呵呵 我覺得這個節目 非常用心 喔 說良面 有良面 現在沒有 實現要跟大家介紹一下照片 欸 為什麼 因為我叫良面神父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啊 這個是當時候 我們第一集 OMG的時候 出外景的時候 到現場 去採訪李神父 那你現在看到照片 這個就是李神父 這就是李若旺神父 那本身這個就是一個 在製作良面的過程 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好 來Cue一下 那良面其實 當你那個麵汆燙好之後 上來 你會看到上面 有一個那個電風扇 其實是會 讓良面更Cue彈的 這個技術 對 那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哽出來了 還吃 不能吃嗎 餓了就不能吃嗎 你拍那個扶腳的照片 我都不想講話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推薦 若旺神父 麻辣鴨血 世界第一的 李神父 很會彈吉他 還會打非洲鼓 哇賽 大家都那麼厲害 這天氣很適合吃 對啊 那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就是 那個良面攤 那在這個旁邊 我們攝影師旁邊 這邊進去就是天主堂 他就在天主堂前面 那當初為什麼會在這邊開一個這樣的涼麵攤呢 因為當初這個地方原本要出租出去 那出租出去的時候 李神父就想說 因為原本可能就是要租一些比較電玩業者 然後他就覺得說 嗯 與其租給電玩業者 那他不如想辦法把它租下來 然後他就想到說 其實當初他的母親 他的生母 是有在製作良面的 那他就回去 特別回到了眷村 跟他的二哥 誒說二哥二哥到來 照片 對不對 這個就是李神父 然後這是李神父的二哥 然後他特別回到眷村呢 跟二哥去學習 製作良面的技巧 還有麻辣鴨血的技巧 在這邊 開了這個良面攤 就在教會的前面 我有去吃過 很好吃 真的 呵呵 真的很好吃 可是我本人不敢吃鴨血 但就是聽說 麻辣鴨血真的是 Burl Brown 所以大家可以去 其實有機會到台南 就是玉井天主堂的時候呢 可以去現場來吃吃看這良面 吃吃看這麻辣鴨血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都是來這邊 吃過涼麵的人的照片 其實多到你知道怎麼樣嗎 都貼到天花板上面都是照片 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涼麵本麵 涼麵的本麵就長在這邊 本麵在這 我們都說人是 忘記價錢 但燒又大 唉唷 好想吃喔 艾薇 對 其實可以一邊吃 涼麵一邊吃 為什麼有 涼麵一盤多少我也忘記了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 因為跟著那個Oh My God 然後到台南出外景的時候 我們也有特別來到 玉井天主堂這邊 然後 就是來吃這個涼麵 真的很好吃 尤其現在夏天 真的非常適合 所以大家 我跟你說 我們七月的時候 不是七月底有一個台南少棒的世界杯嗎 對沒有錯 大家可以到玉井喔 來吃個涼麵 順便記錄進行銷 來涼麵粉麵 那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第一屆的主持人熱樂 然後這是李神父 然後這個呢 是這個涼麵店的店長葉媽媽 那其實我們剛剛說到 李神父把這個地方 承租下來 變成一個涼麵 他特別去學這樣的技術 然後把這樣的技術呢 還有這樣的資源呢 分享給當地的 就是單親家庭 然後有些單親媽媽 或是親函學生 可以一起來 在這個涼麵店工作 然後拿到這些錢呢 可以幫助他們 不管是家裡的需要 或是讀書的需要 都可以幫助他們 那這個 那上面就是葉媽媽 你可以看到他拿個衛生紙 在那邊擦鼻子 大家如果有看到這一 看過這一集 OMG都知道說 其實他很 就是 那時候我記得是 樂樂問了葉媽媽一句話說 如果妳有一句話 想要送給神父 妳會想要跟神父說什麼 那葉媽媽其實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很可愛 有很多人都是 我很寒慢說話 但是我真的知道 他就是 經常蠻恭維的 但他就實在就哭了 因為 他會想到說 其實神父都是一個人 生病了也沒有人知道 但他為我們付出這麼多 然後他就想到神父 就是很辛苦 然後這樣子 無私的奉獻 然後他就在旁邊 就很狠狠 很感動的 就是 就在落淚 其實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麻辣鴨血 我亂Q一通 對 其實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很感人的一個地方 對 也因為這樣子的涼麵攤了 讓真的很多 就是 擔心的家庭 清漢的學生 幫助了他們 有一些工作的機會 然後也在經濟上面 可以提供了幫助 而且 更何況是 食物又很好吃 所以大家有機會 這真的不是 我們沒有在收廣告費 但這真的是 很推薦很推薦很推薦給大家 那待會我們會看到神父 會在玉井天主堂裡面唱歌 那玉井天主堂其實他是 就是 在 1959年的時候 就在那邊 玉井那邊開立的 那其實那個天主堂 就他裡面有一個 無樂之源的聖母像 這個聖母像很特別 他的無樂之源是 無 就是那個 延武武宇皇的那個 無 無 我們的那個 無 對 無樂 快樂的樂 然後 知無 折也的知 緣分的緣 對 店名叫惡空 沒錯 惡空兩面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就在玉井天主堂 其實我說一句實話 玉井天主堂是一個 非常非常 很特別的地方 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 因為 他是台南第一個 就是 朝聖帝 為什麼 也是因為有無樂之源的聖母像 那這個聖母像呢 其實原名為 很難練 愛拱聖母 愛是那個 我要來把他打 無樂之源 緣分的緣 聖母像 好我現在把他打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上面 對 那這個無樂之源的聖母像 其實是 這個是蠻有歷史的聖母像的 因為其實當初這個 玉井這一幅聖母像啊 其實是效仿 他是仿照那個1796年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這個無樂之源原化的聖母像 他的眼珠是會動的 喔 真的很神奇 而且這件事情 可是有被認證為是 就是調查之後公佈 因為他們其實都會 就是 我們天主教的系統裡面 就是會去調查說 在各地的這些奧姬 這些神姬 是不是真的有確認過 他這個 這件聖母像的眼珠會動 這件事情是經過確認的 對 那其實玉井這一幅 在你如果去到 玉井天主堂的話 你待會可以看到 神父彈 神父 哇 多彩多彩 彈吉他唱歌 旁邊就有無樂之源的 這個聖母像 他是在1962年 就教宗若望23世降福之後呢 由教廷駐華大使館 在從羅公總主教呢 護送到 玉井天主堂裡面的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成為台南教學的 第一個朝聖帝 那我剛剛介紹了這麼多 想必呢 大家也是很想要看看一下 這個聖母像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 而且呢 我覺得更棒的是 我們可以一邊看著 神父彈吉他 然後聽著神父悠揚的歌聲 那我們現在 話不多說 趕快 現在呢 趕快 趕快分享 把這個直播分享給你的朋友 因為讓你的朋友呢 可以一起來聽聽看 神父的歌聲 那大家可以看神父彈吉他 唱歌 後面呢 還有這個 這麼有 具有意義的 這個聖母像 那我們就趕快 來欣賞一下 我們李洛望神父 所帶來的歌 今生跟隨主耶穌 歌曲 我就是你的儿女 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 使你伸出你的手 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 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 让人平安让人游戏的 今生跟随主耶稣 你是我的主 你拥抱写洗净了我们 生命中如果没有你的旨意 世间繁华将充满我心 今生跟随主耶稣 你是我的主 愿被十字架一辈子 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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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级好听 我觉得真的是 用悠扬来形容是非常准确 而且你没有办法想象 其实你现在刚刚看到神父这样子慈祥的形象 你很难想象其实他以前是这样的叛逆的神父 而且人家叫他老大 你如果去看Oh my God那一集 真的很可爱 当初叫他老大 他就欸怎么样 就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神父 对 那在我们 所以大家 有没有 如果你还没有把 赶快把这个分享 影片分享出去的话呢 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现在可以赶快把这个直播呢 分享出去 那其实各位也知道说 我们这一 听天使在唱歌 现在也播了五集了 那 这五集下来 大家应该也知道说 这样的节目形式 其实如果大家呢 有想到说 欸其实在哪里啊 有什么样很特别的 不管是 聖月啊 或是跟天主相关的 演出啊 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你直接私讯到光启社这边 然后呢 相信制作单位呢 我们制作单位呢 都会来考量一下 欸是不是有机会了 我们就直接外景呢 到那边来进行一个直播 所以或是来录制 然后在直播上面 跟大家来介绍 所以大家 如果你有个不错的 就是不管是聖月啊 或是跟天主相关的演出 都可以呢 跟我们的就是 听天使在唱歌的制作单位 来做推荐 就直接呢 私讯我们的光启社 就可以了 或是你在这边 要推荐给我呢 直接现场让我来了解的话 也可以 好不好 欢迎大家 小雨会唱吗 哇 我觉得我要到他那个 那个 label 应该有点难 对 真的很好听 是不是 超好听 好美的 这声音 神父安口 安口 讲到安口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其实大家 这个节目 今天就是收播之后呢 我们的制作单位非常用心喔 其实 在我们就是 这个节目收播 我们会立刻做剪辑 那之后呢 在我们YouTube上面呢 也会做就是把这个节目呢 再重新上传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再重新在YouTube上 光启社的YouTube的频道呢 不断的呢 来回看这个直播 对 嗯 推荐土城天主堂 圣安多尼朝圣地的圣泳团 好好好 收到收到 我们再去做一个了解 然后 希望有机会呢 可以在现场呢 来做一个直播 或是我们去采访他 那接下来呢 要介绍呢 第二个 我们第二个的演出呢 很特别的演出呢 是来自 我们花莲的 圣马尔大女修会 那圣马尔大女修会呢 其实她是1953年 都是非常有历史的喔 1953年呢 她们的会主是 法国籍的 呃... 费申远神父 从法国 来到花莲 那 她从就是 她是 因为当初 那地方 你等于想 你想像那边原本是 没有什么东西 那她从很简陋的 就是茅草的 那种临时的聚会所 开始逐步的规划 那 她来了 7年之后 1960年呢 创办了圣马尔大女修会 那 就是由 兄女发愿之后啊 她们新兄女发愿之后 从 教堂到社区 然后一步一步的 进入到社会来服务 那 其实我刚刚特别提到 她们的会主 呃... 她们全部投入 在就是 花莲这个地方 来做扶船的工作 那 修女们也感念 依照 成父 会主将的精神呢 然后她们就 全部基本上修女们呢 都是 无私的奉献 在当地 环境当中 那其实 我们制作人 又开玩笑 讲说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时候 听到有的人 可能就是觉得说 唉... 在这世界上啊 就是跟家人啊 可能就是或是在 呃... 我觉得是世界上 红尘的事情 太烦躁了 就是可能想要 远离红尘 然后发愿 然后全身为 奉献给 就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 我们都出家也好 或是当修女也好 当神父也好之类的 我们制作人说 唉...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因为当修女真的很辛苦 那怎么样辛苦呢 因为其实 圣马尔大女修会 她们在修会里面 她们是 呃... 提倡自立自主的 所以呢 她们修会 每一个 每一个修女 基本上 我觉得我看了影片之后 我觉得她们都是女强人 她们是自己耕天 她们吃的食物 都是自己 自己制作的 那刚刚 大家不晓得就是 我就先拿一下 连这个蜡烛 有没有 蜡烛也是自己制作的 那这个蜡烛呢 我要先讲 这蜡烛特别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 大家知道说 有时候你到一些天主的圣堂 你会发觉 她们会 特别去点一些蜡烛 那 制作蜡烛之外呢 她们 这个蜡是她们自己 自己在那边烧的 烧的那个蜡烛 然后把它 在灌模 在那个模组上面 就是模型上面 对对对 而且它模型很特别 是用水泥 就是水泥 水泥管 然后她们再去 把它hold的线啊 晾在那边 然后晾干这样子 那这 这特别的原因是 这些都是手工 的 手工贴上去的 然后 所以手不能抖 制作人特别强调 手一抖就歪了 所以 这些呢 都可是也是由聖马尔大女修会 特别就是手工制作的蜡烛 嗯 它没有特别味道 跟大家说明一下 对 那 看一下 土城堂的会长 阿美族的新期望要求的喔 他也会教 加码跳阿美恰恰 哈哈哈哈 好 喔对不起 我又不然用丹田笑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欸 好来齁 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去那个 嗨学燕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到那个 土城天主堂 去泰马哈 因为也在台北嘛 OKOK的 好 那其实 欸 刚刚特别讲到就是 这个圣马尔大女修会啊 他们其实除了 呃 在修会里面 我刚刚讲为什么他们很像女超人 因为他们整成早上六点就起来乘岛 早上五点多六点起来乘岛 然后自己修会里面的工作 然后之外呢 他们还有创立了 花莲县的安德幼儿园 花莲县安德幼儿园呢 从民国六十四年呢 就是开始创办 那而且聘请了圣马尔大女修会呢 来担任就是管理员务 那其实你看嘛 民国六十四年 算到现在其实差不多四十多年的时间 只是在花莲秀林乡的 就是这个 帖主教的幼儿园呢 呃 就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 而且其实我们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在偏乡 在偏乡 有的时候 真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蛮多 中低收入户的家庭 那其实这几年来下来 呃 其实在前阵子的时候 比较严重 就是在园区的状况 比较经济状况 比较不好 因为当时 其实部落经济是有 慢慢在下滑的 那其实 呃 每次开园的时候 每次就是学生 小朋友 开始进来就读的时候 几乎 整个幼儿园里面有三分之二的家庭 是缴付出学费的 但是院长呢 胡修女 我们圣马阿达的胡修女呢 她还是照常的收学生 因为她觉得 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 这些部落学龄前的小朋友 就可能很有可能 因为家里的因素 因为家里比较贫困的因素 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 但我刚刚有所讲的嘛 这种屎虽然 就是家里面有三分之二 一半以上的家庭 是付付出学费的 但是呢 娃娃车呢 还是依旧每天接送 因为胡美珠修女说 刚刚说的院长胡修女 她认为教育啊 要从小就要扎根 未来部落呢 才会有办法有机会 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改善部落的环境及生计 这是她心里面的期盼 而且其实有一阵子 之前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收贵 有那种讯息 可能胡修女提出来的 类似求救性这样子 就说 因为幼儿园里面的设备相当老旧 然后可能连最基本的教材啊 然后客桌椅啊 然后收纳柜啊 都是经历过那种 就是十多年的历史 非常久 然后 而且为了就是 要减低开支 所以 就是修女基本上 院长修女基本上 没有资薪的 甚至连就是幼儿园的老师 她们都只领半薪 而且 我觉得更令人感动是 重视她们的薪水 可能没有办法 负担她们所付出的东西 但她们的付出 是从来她们的教育 从来没有打折的 那其实 因为这样的讯息 一播出来 其实我们台湾 其实有很多人 也是非常的热心 然后就给予 就是幼儿园各样的捐助啊 不管是物资上面的 金钱上面的 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但其实是 在民国104年的11月的时候 幼儿园呢 有特别提出来说 就是暂停任何捐助 那不是代表说 她们现在完全不收 因为她们说 其实之前有发出 这样的讯息之后 各方的资助 就是大量的涌入 那 其实蜂有儿园的捐助 已经受惠了 园区里面 每一个小朋友的家庭 那现在如果大家 还是很想要帮助我们 就是在花莲这边的小朋友 帮助 那个 安德幼儿园的话呢 您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花莲县 就是 秀林香 呃 秀是秀气的秀 然后双木铃 秀林香的安德幼儿园 安是平安的安 德国的德 如果你搜寻一下 你可以看到她们 就是幼儿园的资讯 那大家可以打电话过去 问问看 目前幼儿园有缺乏什么样的物资 因为有时候不只是金钱嘛 有时候可能是一些资源 大家如果要捐款的话 如果你想要捐款 或是捐助物资的话呢 我觉得做什么样事情之前 我们都先做个电话上面的确认 是件很好的习惯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你还是很想帮助她们的话呢 大家可以 上网搜寻一下安德幼儿园的资讯 然后呢 打个电话去做个确认 这样子 你不要忙忙撞撞 随便一直乱捐东西过去 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对 那其实 待会儿呢 下次当小生死现场秀 亲自唱圣歌分享 好我会准备一个才艺 我会准备 好我今天 今天大家很想cue我 我唱歌 是齁 好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先 我们先收看那个 圣马尔大修女的演出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 赶快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直播的影片 那等一下 我小小秀一下 我当时那时候 在那个 夏丽莹 我第一首学的歌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 如果你期待的话 你想要把这个 幽默的影片 我待会儿幽默的表演 分享给大家的话 欢迎大家现在 赶快分享一下 这个直播的连结 那等一下呢 大家会看到 圣马尔大修女的演出 那其实圣马尔大修女 女修慧呢 这些修女啊 50个 50多的左右 就是只有 三个是来自大陆的 然后一个客家人 然后一个忘记了 但是差不多其他 另外47个 都是原住民的修女 那平均修女的年龄 都已经到63岁左右了 那其实修女们 你会有时候想要说 我们看到修女 在舞台上面 宰歌宰舞 你可能会觉得 哇 就是真的是修女也疯狂欸 然后 就觉得很特别 但是你会想要说 其实她们这些演出呢 她演出的经费 不是她们自己留着给修慧 她们演出的经费呢 是全部放到深远之家 除了我刚刚介绍的安德幼儿园之外 她们是把它放到深远之家 来帮助 希望这个经费呢 可以来帮助 在深远之家的这些 爺爺奶奶们 长辈们的生活的支出 因为她们其实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 修女很像超人 因为她们除了照顾小朋友之外呢 她们还有照顾 就是年龄很大的长辈们 对 那其实修女们做这些事情呢 她们其实也是乐在其中的 因为她们知道说 她们做这件事情 就是呢 可以把 嗯 就是她们现身生活的喜乐 跟周遭的弟兄姐妹分享 更重要的是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她可以把这样的 演出的经费收入呢 可以来帮助呢 在深远之家的长辈们 所以我们看到 就我讲嘛 我刚刚我们可能看到 修女在上面宰个宰我 我们可能 嗯 不是很习惯 但是呢 我会觉得很惊喜又很惊奇 但是你要想到说 其实修女在这个时间呢 她除了在舞台上面表演之外呢 她更是把爱的光芒呢 散发到了各个角落 所以呢 大家 现在呢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 期待我们圣人马尔大女修会 所带来的精彩演出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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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